有LV手袋 有过8只努力士手标 LV包包 劳力士手表 摆满满 还有一堆名牌球鞋 但其实这些通通都是假货 香港海关在多个拆货场和飞机舱内 查货大批冒牌及侵权货物 市值超过6700万港元 大约是2.76亿元新台币 也破了海关历来单一次行动 查货数量最多 价值最高的记录 查货场 飞机舱为特点 这些特点的地方就是 他们的货物转会快 还有他们购物到达的时间很短的 并且我们官员去到侦差的时间 变得相对很短 由于双十一即将到来 海关判断嫌犯是趁购物节进行大量货运 经过进一步调查 这些假货部分是内销 其他则是经由香港运往外地 包括马来西亚 印尼 荷兰 伊拉克 杜拜等等 同时也有可能流入台湾 民众也得提高警觉 避免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